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有病啊 你疯了 我凭什么跟你去啊 你别那么乱人 这样你愿意跟我去 香儿 我可以跪下来求你 主公 少爷 走吧 别理这个疯女 走吧 别理她 疯子 香儿 主公 香儿 主公 主公 你说 喂喂 有鬼啊 你们拿 我来 别别别 主公 马主 小儿没死 小儿没死 主公 可是 这空口无凭的 我想那张宝琴是不会承认的 对了 爹写认亲就行了 走 去找贺民生爹写认亲去 对 不 我 我现在不着急了 故若相认势大 必要万无一失 但我把事情彻底弄清楚了 我再去敌写认亲不迟 老天爷 联系我 赐我 失而复得的那支钱 让我这不白的冤屈 马上就要看见 你 我想好了 万无一失的方法 就是马上去找到 当日的见证人 不得了 乘娘 主公 你看 到了 真不容易 走 有人吗 有没有人哪 春娘 春娘 你们找谁 您好 我想找一下春娘 这里没有春娘 这不是乌庄椅八十三号吗 是这儿没错 可是没有你说的那个人 不对呀 他留的就是这个地址啊 反正这儿没有这个人 他是不是搬走了 小兄弟 你搬到这儿几年了 五年了 五年了 那 那之前住这儿的人 你认识吗 我都说了我不认识那个春娘 再说卖房子是个男的 你咱就问问别人吧 什么呢 怎么会这样呢 没事 楚姑 咱们挨家挨户的问 肯定有知道的 娘 我来了 你怎么才来呀 你是又睡到几点啊 昨天啊 我做了一个美梦 没舍得醒 瞧把你美的 做什么梦了 梦见屈宇农当媳妇了 梦见屈宇农当媳妇了 你呀 就知道他玩 想训屈宇农不要 我是贺家少爷 他哪有不要我的道理呀 娘 瑞生呢 瑞生一早就送货去了 哪像你现在才起床 真是个少爷 娘 我问你点事啊 就是除了我姐 我还有没有其他的兄弟 要过你一个我都够辛苦的了 还能再养第二个 但是我也是听说啊 就是 是不是你生了我姐之后 有一个小孩胎死腹中 以后好多年都没有在怀上 娘 我是不是你十月怀胎生出来的呀 你是不是没睡醒说胡话呀 你不是我生的 还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就是 那个坏女人总来闹 我不是有点害怕吗 你不要听风就是雨的 就你这样 以后怎么能做大事业 那什么 娘 要不你先忙 我去看看桑园 叫你对的账呢 我一会儿就对 那个风月楼的女人 最近没来找麻烦吧 没有 冬家这几天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精力全放在家里的生意上了 好像跟那个女人 已经完全没有联系了 这我知道 我是说 她有没有找过名声啊 没有 夫人您放宽心 名声又不是她的儿子 她找到也没事 她不会想到润胜的 咱们家的秘密啊 太多了 奶奶 奶奶 奶奶您在这儿呢 陪我 奶奶 你不好好帮着你娘对账 又瞎跑什么呀 我 奶奶您看 这不是你刚刚丢的铜钱吗 耍什么花样啊 这个 可不是普通的钱 我能把它变没了 你变呀 奶奶您看啊 把这个钱呢 放在这个手里 看好了 没了吧 您说 这西洋人的玩意儿 还真是神了啊 这好好的东西 怎么说变没就变没了呢 怎么弄的 其实啊 奶奶 这些都是障眼法 有机关的 您看 像这个硬币 我刚刚就是偷偷地 把它放在袖口里 就没了 可是 你说把东西变没了 还有个说法 可是那天 他 把人给变没了 活生生的人 那天 怎么变没的呢 这个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 那个魔术啊 太高深了 师父不外传 不过奶奶 您要是想看的话 我就带您去戏院 看表演 好看多了 好啊 好 什么呀 雄儿 主顾 你说 咱们把这附近的人家 都问遍了 还是没有春娘的信 你说 她是不是已经死了呀 呸呸呸 不许说这种丧气话 没有找到雄儿 她就不许死 客官 来点什么 呃这个 请 请问一下 这方圆百里之内 有没有 那个 勾来宝舍 那是什么地方 就 就是男人挨去的地方呗 原来两位公子 想喝花酒啊 前几年镇子上 倒是有一间机缘 可惜不巧 一场大火烧了 哦 呃 那请问 那开机院的人 可叫春娘 不知道 好像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妇人 这就对了 那 那些人 后来跑到哪儿去了 客官 你看我像有钱干这个人嘛 哪敢想那些呀 那谁会知道 出谷 哦 这个 兄弟俩出门在外 呃 想找个女人开心开心 有劳小二哥帮忙打听一下 行行行 一定帮你打听的 啊 哈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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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东家 这么晚了还没休息啊 来福啊 裴伯 看什么呢 都查完了吗 都查完了 没有人的房间都没有明火了 裴伯 最近东京好像很奇怪 他刚才还在佛堂宴京呢 没看错 没看错 就在刚才 你先回去歇着吧 抱歉 你来贺家这么多年 我娘有没有跟你说过 说过什么 就是关于家里兄弟姐妹 或者亲亲的事 纵亲们的事 最让娘头疼了 娘很少说气 你问这干什么 前两天听他们说起 北方纵亲的事 正想着是不是该去看一看 没事了 睡吧 我妈妈妈妈妈妈妈 他还没死 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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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死 我们还以为文达已经把你 把我杀了 他自己是这么说的 你以为凭他贺文达 能把我杀了 没死就好 老夫人以为你死了 整日为你诵经念佛的 是吗 他心里面 真的有我这个儿子吗 不对呀 我问过他 他跟我说过 他只有一个儿子 老夫人 老夫人有他的苦衷啊 什么苦衷啊 连自己的亲生儿子都不敢承认 是不是里面有什么秘密 很多事情不是你该知道的 你就别猜了 千万不能让宗亲们知道双生儿的秘密 如果泄冷出去 贺家就完蛋了 但有一件事 我一直想不通 为什么一定只能要一个 为什么要抛弃我 你是被马匪抢走的 老夫人没有抛弃你 可即使我现在回到家里 他一样不会承认我 你知道这个秘密 对吧 告诉我 到底怎么回事 我不会说的 你杀了我我也不会说 我不杀你 我不杀你 我会杀了贺文达 你答应过我不会杀东家的 那你就用秘密来交换 我可以等 但如果让我等到没有耐心的时候 那贺文达 你们就永远别想再看到他了 你 你等等 这是菊生给你的 这两天 在家里的 一直都是骨鸭 是啊 多谢你这个师父啊 怎么样 我这个东家 当的还可以吗 你已经帮我冲东家 多少时日了 你猜猜 你不是号称 从小看着贺文达长大吗 你最了解他 进来 东家呢 东家去了哪里 你把东家擦到哪里去了 还是那句话 如果想知道贺文达在哪里 就告诉我们秘密 否则 就永远别想看见贺文达 还有 如果你把这事告诉老太太 我也许马上把贺文达干掉 再亲口告诉他这个消息 到时候 看他能不能听得住 主公 你说找到主娘以后 他能跟咱们回平院 我给咱们作证吗 这种情绪 越漏跑 越有可能重回平院 来 待会儿如果找到春娘 要看我颜色 见机行事 姑娘 我活儿做完了 拿钱吧 给我一半 这是我挣的钱 凭什么要给你了 小姑娘 看什么看 小姑娘 做人要抢点良心吧 要不是我给你介绍这个客人 你能拿这么多钱吗 可是你明明说只要两成的呀 你胡说 我介绍这种活 怎么可能这个价钱呢 从来是我争的钱 干什么呀 我就不给你 这是我的钱 你个死丫头 一个死都不给你 我饶不了你 你等着 春宁 谁呀 春宁 楚楚 来 坐吧 楚楚 一会儿 这都十多年了 你还是这么漂亮 变发得金贵了 春宁 当年你不是挣了一大笔银子 回家乡开祭馆吗 怎么会现在弄得如此这般的 别提了 当年一把大火 把我的祭馆烧得个金光 除了我这把老骨头 什么都没剩下 真是作孽呀 干我们这孩儿的 迟早是要遭报应的 喂 楚楚 你怎么来了 有金主邀请我们同游 路过此处 我想起来 这不是春宁的故乡吗 没想到就这么巧 就给遇上了 幸亏楚楚你还能想起我 当年我真是没白疼你 不瞒你说 这些年 我有好多次 想到风月楼去找你 只可惜我落魄了 我连路费都没有 听说现在风月楼气候大着呢 听他们红口白牙的 胡说八道 虎口而已 这是小楠 和我一样 都是从小被捡来 养在风月楼里的孩子 也都是苦命的人 生得真是好看 青春就是本钱 楚楚 你怎么样 有人家了吗 我都什么年纪了 谁还能看得上我 那个 那个贺东家 就没有找过你 我跟他早就散了 人家现在是不愿的首富 生意越做越大 那还能看得上我呀 陈娘 你当年劝的都对 只可惜没把我给骂醒 臣娘 你说奇不奇怪 我最近老是做梦 梦见我那死去的孩子 这都过去这么多年了 你干嘛还想着他呀 我也没想去想啊 可是那孩子 老是在梦里对我喊 娘啊娘 你不要丢下我 别丢下我不管啊 盼得我这心呢 跟刀割的一样疼 这细细算来 她如果现在还活着 也应该十好几岁了 楚姑真是伤心欲绝呢 美美到乱存岗为儿子祭嫂 她都哭得死去活来的 臣娘啊 你说她是不是没死啊 我为什么觉得她还活着呢 当年是你亲手把她埋的吗 当然是我亲手埋的啊 楚楚啊都这么多年了 我想你的孩子可能已经投胎了 可能已经重新做人了 早就和你没有什么关系了 淳娘 淳娘 快走吧 药材部的孙老板 让你带姑娘过去 来了来了来了 楚楚 你看我这儿 淳娘 你有事儿你就先去忙 我们正好也要赶路 突然之间办访 也没有准备什么东西 好 一点小意思 你先拿着 楚楚 你这是干什么呀 哦 哦 谢谢楚楚 我要有空 我得到枫月楼去找你 淳娘 你到地区出去啊 来了 我 这 楚姑 你怎么不直接问她 当年这事情 蹊跷得很 不沉一沉她 这老狐狸哪肯说实话 那你还给她钱 我不给她路费 她哪舍得重回故地啊 要是我的孩子尚在人间 当年 骗我禅死胎的事情 她一定也有参与 她现在如此的落魄 她一定会想着去贺家敲诈 那样我只要慢慢等着她出现就行了 那到时候她去贺家找谁 那个人就是当年害你骨肉分离的罪魁祸首 只要春娘肯开口作证 还有那口空冠 何家欺我夺子 就是铁正正的事实 如果这是真的 如果这是真的 从此以后 我就不再是鞠目无亲了 来 踢我背马 好嘞 走 停 师父 跟着前面那个骑马的人走 跟紧点别跟丢了 是 停 我说帮你骑马吧 好 借家 说帮你骑马 三 救命 给你骑马 追 走 走 走 双子 走 大爷 您知道什么 你看没看见刚才有人走进来 没有 就这两个 小兄弟 马在哪儿艺术呀 在后边 快快快 追 前面没铺了 还走不了 我看看啊 我这是在哪儿 严罗殿 我已经死了 你的血已经流干了 能不死吗 叶王爷 叶王爷 您放我回去吧 他们一定抓错了 我养手还没进啊 您命案在身 罪孽深重 不会有错吧 一会儿你就会被波光衣服 投入到热油锅内翻炸 那油锅啪啦啪啦的直响 就等着你呢 饶命 饶命啊 叶王爷 饶命 饶命啊 叶王爷 饶命啊 看你这个样子 想不到你也有今天 简直就像个丧家之泉一样 我 怎么样 在这个人间的地狱里 过得可还好吗 是你 我 我很没死 你当然没死 我怎么舍得让你死呢 兄弟 兄弟 我就知道你们会舍得杀我的 你是我的祈求弟 祈求弟 对 放心 我不会杀你 我会让你生不如私 你以为我留着你干什么 我留着你就是让你看 我怎么享受 那些原本属于你的一切 你给我竖起耳朵 听着 我给你好好聊聊 最近 你家里的事 你的儿子名声 已经学会了 我教给他的几套拳脚功夫 现在已经比以前更像个男人 你的女儿刚刚出嫁 临走前对我依依不舍 说他的爹 从来没对他那么温热过 你还没有 你又是个男人 你也没有 他们说的 我把他分配好了 你也没有 我不是 你不认为 你不认为 我认为 我认为 不准 你的情人楚楚 确实名不虚传 还有更关键的是 你的老婆 她美丽大方 端庄贤淑 上德厅堂 下德厨房 我们连人的经 你准个混蛋 闭嘴 发霸蛋 我不听 我什么也听不见 妈 接着吧 如果这样能让你觉得痛快 你接着吧 贺文达 你现在应该感谢我 因为我帮你把家 照顾得那么好 你这个混蛋 卑鄙无耻的素人 我不会放过你的 不会放过你的 我等着你 如果那天你还活着的话 我给你寻找到你 我快走 裴伯 那么晚了 去哪里了 我刚从绸缎庄回来 携上这么多泥 恐怕不是去绸缎庄吧 我知道你跟踪我 年纪那么大 真的不适合跑跑癫癫了 很辛苦 万一身体有什么闪失 不太好吧 你到底把东家 藏到哪儿去了 你想知道 继续跟着我呀 我会的 看来你对贺家还真是忠心耿耿啊 多为家里人想想吧 你还有一个孙子呢 润身还小啊 你不要对他 东家 您回来了 您回来了 夫人请您过去陪老夫人玩两把 好啊 裴伯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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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我摸牌了吧 哦 听了啊 哎呀 糊了 哦 又糊了 娘今天手气真棒 来来来来 老夫人打得太好了 哎 娘 文达 我来了 你来得刚好 我一直说 来 东家 爹 你可算回来了 奶奶赢了好多钱了 嗯 娘 东家 我说的就更多了 如果不是宝娘一起给我本钱 我都不敢坐这儿了 好 看跌打啊 庄家轮流坐 风水轮流转 好 把好运哪 从奶奶手里抢过来 抢 吃 还要看你有没有真本事 看你行不行 好啊 刚才就找你来打牌 你去哪儿呢 我和裴伯 去绸短庄看了看 刚回来 我还真不敢相信呢 不相信 不相信问裴伯 是这样的 刚才陪东家 去绸短庄那边看了一眼 最近那边人手不够 东家去嘱咐了几句 让大家都拿起精神 文达最近生意上的事情 比以前上心多了 应该的 我倒是担心裴伯 他年纪那么大了 还为我们贺家那么操劳 我真怕他累出病来 多谢东家惦记 我还好 这把老骨头还能再撑个几年 那就好 看你哪天 感到力不从心了 想回家想想清福 你就说一声 我一定敲锣打鼓 热热闹闹 我帮你送还乡 是不是 那是自然 谢东家 老夫在贺家还没还完恩呢 爷爷 还有润升呢 酒饼 好 吃 这小子 他可跑不了 你怎么回事 我 你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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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想啊 爷爷 你怎么了 爷爷 爷爷 来 夫人 老夫人 东家跟夫人她们来了 再走两部这片山啊 就是我们这里 最大的桑园了 每年到了这个时候 就爱生虫 但是今年 我已经提前 让夫人都准备好了 相信啊 今天会是丰收 别跑那么快 你宝娘的腿不利索 宝娘 您没事吧 没事吧 可以吗 没事 小心点啊 宝娘 娘 您来了 老夫人 我出来走走看看 娘 瑞尚 我们去前面那里看看 老夫人 我们先走啊 她这个摔手掌柜 她好长时间没有下地了 是东家自己惦记着要来的 而且刚才在地里 走得比我还快 东主婶啊 你们先回吧 是 你呀 就是替她说话 我觉得你们最近的感情 好像增进了不少 自从她不去风月楼 和我说话也多了些 语气也温和了很多 好啊 不过有时候 她总是心不在焉的 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而且有时候 她会突然翻脸 搞得我莫名其妙的 也许就像娘说的那样 温达是一个不定性的人吧 宝琪啊 娘想问你一件事 不过 你可以不必回答我 或者当作我没问 娘不为难你 娘 娘 你要说什么呀 你们 现在同仗而悟 你们有没有 我们 还需要些时间 娘 您慢点 爷爷 大夫说您操劳过度 身子太虚弱了 好孩子 我没事 爷爷 我很担心您的身体 您可一定要支持住啊 不爱的 爷爷的身子不矫紧 歇一歇 就没事了 爷爷 您看润生 都已经长这么大了 还要让爷爷出来 辛苦做事 润生 您一定加倍努力 好好奉养爷爷 阿裴 等着 老夫人 老夫人 我这是偶然小样 含老板您亲自过来 您快请坐 你也坐 您也坐 明明不舒服嘛 岁月不饶人哪 一盏眼我们都老了 还记得你刚进贺家的时候 是比润生还小两岁的小伙子 老夫人 你看看 现在呀 你已经是年过花甲了 我是老了 老的怕是不能 不能保护老夫人跟贺家 润生 你出去一下 我跟你爷爷说说话 爷爷 那我先出去了 去吧 去吧 阿裴啊 你呀 不是身上的病 你是心病 你心里有事 我看得出来 你就别问了 这件事啊 压得你呀 把病都压出来了 你要是不说出来 我 我 我都要跟你生病了 老夫人我说 我不该又瞒着你 那个人他没死 现在家里的这个 不是冬家 我三个人 你 我真的要是你 我倉 我看得了你 我 silver 你也许是否 我这个 可爱是谁 我一定会在那里的 我看得到你 如果有一天我无法说话 如果有一天我记忆很长 如果有一天我脾气很大 如果有一天我皱纹满家 如果有一天我不虑多大 如果有一天我冰冷浮华 回忆像落叶吹过我身后 抓不住瞬间消失的花样 未来像无中一切都期望 不敢奢望却还迷惘 你会不会觉得悲伤 你会不会把我在胸膛 你会不会用泪好多好 还是你早把我忘 你是否还对我向往 你是否还会对我说谎 你是否还在我身旁 还是你早把我忘 还是你早把我忘 回忆像落叶吹过我身后 抓不住瞬间消失的花样 未来像无中一切都期望 不敢准消失的花样 不敢准消失的花样 却还迷惘 还是你早把我忘 你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